今天疫情政府发放振兴券 但只能使用到2020年12月31号 没想到有民众在联署社团发现这个讯息 提文内容点出振兴券还没用完的 请赶快拿来还附上一张三倍券的图 一开始有网友问是不是诈骗 因为3月26号po文日期 离使用截止日已过两个多月 而提文者是云林一间药局业者 记者也到场直击 我目前收到的 差不多一万块 差不多一万块 差不多十一位 不是诈骗 药局真的有收三倍券 方便料理 所以到我们店家都去换了 期间3月31号之前 老板说确实规定只能收到去年底 但店家或营业人到银行兑换截止日 是3月31号 发现有不少民众放到忘了 不想让他们权益损失 上网提醒还没有花的人 3月29号前都能来到药局 po文短短一天多已经收到一万多元 这样很好 老板真好 赚大了 很佛心的店家 预期之后就没有花 变废纸一张 民众认为老板做法很佛心 但已经过了截止日店家还能收取民众消费的三倍券吗 正常的流程的话 应该上面就直接印的这个使用期限 是到109年的12月31号 预期的话应该就是没有办法 其实就失效了 尽管业者出发点是善意 还是不建议预期收取 是否违法记者求证经济部 为取得回应 三星文章的云联报导